在 HP LaserJet Pro MFP M125-128打印机系列上放入纸张 安装锡鼓并将出纸盒完全展开后 拉出进纸盘延伸板 将纸张宽度导板滑动到最外侧位置 将电源线一端插入打印机背面 然后将电源线的另一端连接到墙面插座 HP建议使用墙面插座以确保最佳性能 打开打印机电源后 打印机会自动开始初始化过程 在桌子上轻机纸叠进行校准 然后将纸张放入进纸盘 调整纸张宽度导板 直至其紧贴纸张边缘 此时就可打印校准页 按照显示控制台上的说明操作 以这一条理由 居成于太装 是 一条理由 对 这 한�手 一条理由 一条理由 是